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亲切的把这个角色称为师姑总 这也是对她的一种称赞 这个角色原本就是总裁的类型 有自己的公司和工作室 跟女主的相遇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 两人相遇之后产生了很多摩擦 并且在经历重重考验之后走在一起 首度尝试霸道总裁 任嘉伦首次尝试总裁角色 对她来说也是一种突破 她是一个蛮喜欢突破自我的人 在对自我的认知上面会加入了一些更多的元素 尝试了这个角色之后 她估计很长时间都不会接下这样的角色 如果是两个相似的角色被放在一起 或者在同时间段播放的话 很可能会让观众对这两个角色进行对比 粉丝看来双人海报真的是让人期待 期待任嘉伦的新剧 这部电视剧从拍摄的花絮到订单海报 都令人期待万分 这是她跟行妃首度合作的作品 让人很期待 之前她跟杨子合作了白色传说 受到了好评 不过任嘉伦一直在尝试 跟不同类型的女演员合作 以达到演技不断丰富的效果 粉丝自然也会很期待她的新剧 希望她在现在角色中可以演绎出精彩 在我看来 这个海报可以看出是温暖之鱼类型 相比于很多虐性的情节 这部电视剧可能没有这么多设置 更多的是给大家展现在爱情恋爱中的美好 让更多的人相信爱情 并且加入爱情的队伍 而顾总这个角色是任嘉伦喜欢的 也是她想要挑战的角色 至于是否挑战成功 得要看收视率方面 总的来说 任嘉伦是一个眼光很独特的人 她对于角色会有自己的看法 哪怕是自己不喜欢的剧本 但对这个角色很有意思 她都会接下来 就像这一部乌鸦小姐和蜥蜴先生一样 看上去名字就很欢乐 再加上各种情节的设置合理 她自然会接下 或许任嘉伦就是大家心中 那个会选择 也懂得选择的人 不知道你们是否有关注 任嘉伦这一部新的作品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